圆白菜和西红柿真是绝配 天热做一盘开胃又下饭 一大盘都不够吃 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儿呢,就用圆白菜和西红柿 做一道开胃小菜 首先准备一颗圆白菜 将它切成均匀的块 抓散后装入盆中 然后加入清水 给圆白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放在一边控水 尖椒一个 对边切开 切成均匀的块 西红柿一个 先对边切开 去掉根酱 然后切成均匀的块 大葱适量 蒜少许切成蒜片 香肠一个 切成均匀的片 接下来开始制作 锅中加入适量油 油软下葱花 蒜片爆香 接着下入圆白菜 简单的给它翻炒两下 接着下入尖椒 西红柿 翻炒均匀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适量盐 少许鸡姜 开始翻炒 把所有的食材炒至断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断生后 下入香肠 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呢 锅中出现了不少的汤汁 咱们在食材上 淋入适量的水淀粉 多一个薄茄 翻炒片刻 美味继成 这道家常菜 色香味俱全 原白菜配成西红柿 看一味爽口 加上尖椒 真是酸辣 又下饭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视频 收藏起来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 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卵美食 让你天天 做好菜